在民進黨副秘書長何博恩兼交下 民進黨金融市黨部卸任主委蘇仁和正式相應信 交給新任主委林明志 回顧四年的主委任期 蘇仁和有欣慰也有些許遺憾 對於新任主委林明志 蘇仁和則表達深深的期許 四年來那麼也敬敬業業的在做 那豪佳在我們在這次的福選的20屆的市議員裡面 那麼我們福選也非常的成功 那不但成功而且把歷屆以來 從來沒有過的基隆市議會的議長 我們也把他躲下來 那當然這都歸功於在這四四年 那麼我們基隆市民 那麼對於民進黨在基隆市的執政 當然也有很大的關係 那當然也很遺憾就是說 在整個基隆市黨跟立馬五的選舉 沒有辦法能夠如期的完整來接收 不過我想這次下一屆 民進黨我們的期望 的期盼也是一個目標 那當然新上任的這個民進黨 我們基隆市黨部的主委 那麼林明志是一個非常優秀 比我更年輕而且比我更優秀 我想那麼在往後的2026跟往後的2028 我想我們要奪回我們基隆市的執政權 我想勢必以待 完成宣誓已超過六成的得票率當選民進黨基隆市黨部主委 林明志除了再次感謝黨員支持 也宣誓要打造市黨部成為基隆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的平台 未來更計劃舉辦青年營隊邀請青年朋友 一起為更好的基隆來努力 在平常的時候組織的發展要繼續做下去 而且我們發現近幾年來很多基隆年輕人都外流 那對公共事務比較有興趣的年輕人也沒有辦法找到適合的窗口跟管道來做接觸 那未來這會是我們市黨部的責任 那我們可能會定期召開相關的青年營隊 來邀請對公共事務喜歡參與的年輕朋友 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做共事 那希望能夠在基隆再找出一些對基隆發展有期待的年輕人一起來努力 對於當前的反國會擴缺的議題 林明志強調市黨部絕不會缺席 將與市民站在一起 讓真正的民意得以實現 記者張啟騰 金融報導 但是首先我們在做其實主意地做法 這次公共事務途中 中國偉誠